另外有幾多頂端上過另一個機構 即是樂成羽毛線公委會 很多年都舉辦一個深色關於課程 今晚洪醫生給了一個題目 叫做我昨天釋念了是思考而成功 除了幫助病人、家人、家人思考而成功 其實是一個很難的題目 因為從未講過相似的題目 僅僅兩小時左右,一小時四、五分鐘左右 我希望透過今晚大家經常多些交流 和分享一些體驗 因為在不同場合,我經常在不同場合講一些話題 在我的資源裏都可以說豐富 所以好像執液一樣 想想今天講甚麼就是執甚麼 執了之後就混了一堆 希望透過不同的內容給大家反省 謝謝 那我開始講一句 親恩主,我們很感謝你 因為我們經過這一天的工作 我們仍然有精神在晚上一起學習 我們求主,你今天都是漢富的女子 因為我們透過這一段時間 我們有機會去堪索我們的心靈 了解我們關懷的人的需要 也要了解我們自己的需要 也要了解我們的現身靈 多謝你聽我們的祈禱奉耶穌的命 請大聲音 不得會音 我正在站著這個咪 大聲點 這個台 我今天不需要上班 所以我不是在柴灣 我就是在銅鑼灣那邊過來 都是在香港那邊過來 下午我去了銅鑼灣維園 就不是行公展會 我在那裡放了一天假 就去教人大方 我走到維園的時候 只有很多人 過了一條馬路 就叫一個新人 一個律師 就牽著兩個小朋友 應該是跟人志園 很小的 就看了他們兩個小朋友 可能是媽媽 就經過我身邊 我就看一看他們的校服 的校章 就有兩個字 就是突然經過 看一看有兩個字 因為他是外國人 但校徽是兩個中文字 所以我就突然睜一睜 睜一睜一睜 寫著學問 學問 一個很普通 我們經常都聽過的學問 我們從小都了解 什麼叫學問 不過在兩個西人的小朋友 的校服、校章、學問 我都覺得挺特別 可能他們是一個中國人 扮患的幼稚園 或者學校讀書 什麼叫學問 我看完有時 就一邊走一邊問自己 什麼叫學問 是 什麼叫學問 大家講什麼叫學問 學問 學問 日學 日文 是 什麼學問 如果一般我們講知識 學問、知識 用英文字就是knowledge 知識 中文用學問 真的幾有意思 我就把他變成英文 Learn to ask, 學問的, 學習, 學問的, 非常有意思 如果要有智慧或學習知識, 第一要學問的, 很有智慧, 中國人都幾有智慧, 學問的 而在聖經裡, 其實以色列人經常去問人, 不過他們學不到, 他們經常都問, 為什麼, 經常都問為什麼 所以在我們面對人生這個旅程, 其實我相信我們都問少問題, 有些有答案, 有些未必有答案 但我們仍然不製造, 學問的, 這是我的人, 今天特別有一個體會 在我們日常生活裡, 其實有很多東西在我們身邊經過, 看看我們有沒有留意到, 看看會不會成為了一些令到你可以反省思考的材料 好, 最後你們看不在這裏, 這些字比較小, 有一段文字來自, 一個德國神學家 《阿布羅勒納克·波茲林》, 在本書《信仰的能力》講了這番說話 它說信仰是人生最機要關懷中的心靈影, 信仰的能力就是人從他最機要關懷的心靈中 所發出的能力, 人像其他動物一樣, 常關懷著很多事物, 最大的關懷上放在人類生存的必需條件上, 如衣食和住的問題 但人與其他動物有所不同, 即他更進一步有心靈的關懷, 如投資、投理、倫理關係、政治等等的關懷 我們身邊有很多事發生, 作為一個人每日工作、吃飯、睡覺、學習等等之外 其實心靈的關懷, 除了對我們來說, 很快就想宗教、信仰 其實可以很闊的, 包括求知識、求美、倫理的關懷、政治 這些都是一些心靈的關懷, 我們說是高層次的關懷 高層次多於只是吃、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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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層點 我是六十後的, 我在這裏看上去, 大家都認得差不多 小過我, 大過我, 我也有, 我想到 六十年七世, 剛剛六十後 來到這個年代,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理解我們處上的社會 間不中, 我真是間不中, 因為現在我住在新界大埔, 上班去柴灣, 做出飯規 很少走去王國, 間不中而已 這個世界變得很重要, 人有很多 有時站在浸臣的學校, 進修部, 在山東街的學校教書 一定在樓下, 過過地面站那頭, 西人賽街那裡, 真是人多了, 站在那裡就好像迷失的人 很迷失, 有時偶爾我也有搭她的地鐵 因為我有開車, 所以偶爾搭公共的車 有時都會很辛苦我走, 因為我會搭配搭地鐵 有時給我太太, 會嚇我, 太舒服了, 經常開車 要經驗一下, 人們上班, 趕上班, 擠迫銀 有時我們說, 我們都迷失在這個社會, 世界 有一次, 我就在浸貝塚學院, 在西澳, 晚上再入點 有一個下午, 我在那裡出來, 就搭一架巴士, 五九九尺 就由西澳, 就去沙田市中心, 大約四點多 我上車的時候, 一上車, 土仔逼一架車, 司機很好 都比我上, 因為回頭已經寄了一架, 我就上去了 在我前面有兩個年青人對著我, 因為大家差不多面對面 很近, 在巴士、司機旁邊, 兩個年青人, 一高一矮 矮的跟我差不多, 高的高的跟我兩人差不多 黑衣黑腹, 下天天黑衣黑腹, 背心 最明顯的是, 兩個人都掛著一個大十字架在心口 當然是, 哇, 牧師都沒有掛十字架在心口 兩個年青人掛著十字架在心口, 兩邊耳朵都宣了耳環 是男生, 兩邊都宣了耳環, 頭髮就凍得起, 大家不知道這個名稱 是punk, 叫punk, 其實我不是想看他們 對著鄭文貴伯, 看多幾望, 其中一個跟我三十多高的 男生伸一條腿出來, 腿中間有一顆豬, 穿著來 我心想不通的嗎? 這個情境令我想起兩件事, 第一件事已經是三十多年前 1979年, 我中學畢業時, 我有個好同學 他跟我一起信耶穌, 一起浸禮, 中學畢業後 他去了澳洲讀書 他第一張寄回來給我的名順片 他提到他都有學校的團體, 團長是一個punk 因為我都不認識這個英文字, 他特別畫了個公仔 頭髮就凍得起, 然後烹字就指著他的頭髮 我突然想起這個同學, 他現在在澳洲 想起他幾多張寄訊片, 已經三十年前 又想起另一個情境, 我在美國兩年在夏威夷工作 就是一間醫院工作, 醫院主任的院目是一個黑人 他太太是一個白人, 他也是黑人 他有一隻耳朵帶著一隻鑽石來的, 鑽石來的 有一天, 我們的同學, 我在做事讀書 同學有大概八個人來自不同的地方 有日本、有韓國、有印尼、有菲律賓、有加拿大、有德國 我們一起聊天的時候, 其中一個美國的退休牧師 都是我們同學, 他就問我們哪個人有興趣去穿的耳朵 不如我們一起去穿一隻耳朵 那一刻的想法就是, 我怎會做這些事呢 哪有勇氣去穿的耳朵 那兩個人令我想起兩個意見 我想一下, 其實不是別人失落, 是我失落 即是我很失落 我是沒有勇氣去改變自己呢 有沒有勇氣去嘗試一些從來都不做的事呢 那當然不是有什麼道德的事, 穿二仔現在沒有這樣 我有三個女兒, 大家姐已經穿了一對 即穿了一洞 二姐姐剛剛過去的那個書, 就說我都要穿了 那我就這樣提上去, 中學畢業之前 你只可以穿兩個洞 即一變一個, 中學畢業之後 如果你想再穿多一點, 你自己決定 好, 現在就說一個, 三姐姐就不要搞 她不一定不會做這件事 我太太都很喜歡這件事 我們生活在一個什麼時代呢 我們身處在什麼世代呢 有時當我們停下來的時候, 我們都要去想一想 我們生活在一個矛盾的世界, 怎樣矛盾呢 又生又死又愛又恨又對又錯 我們常常都在這種矛盾當中 特別呢, 如果大家多些機會在醫院工作 在香港都明白, 病人或者家屬 經常都要面對一些很難的決定 那個抉擇都很矛盾 然後我們東醫院, 其實一個月前 有一個男士, 急性應該是病實 應該是, 應該是病實 在街運了, 送了進來, 病實 三條病實用, 立即跟她做通胞製手術 做完之後呢, 上了ICU 但是她是昏迷, 不醒 一直等,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都不醒 醫生已經說了, 如果他不醒 其實呢, 差不多可能可以說她變成成命 她的太太, 其實她的弟弟太太 就是我們以前的同時 當然我們都很關心她們 太太就是很矛盾 當時可能一天還要跟她說 要拔了一條口 看她自己可不可以呼吸空 會醒, 如果不醒呢 就可能她身分就痊癒 哪時去拔這條口呢 這個決定沒有問題 那時候是很困難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香港島 那時候就講到 那時候我開車回家 我習慣的路線呢 就是行東水 跟著呢 就 公囊廟洞 入大好山水洞 那就 大概一點鐘多些 我已經過了東水 我在行公囊廟洞 南天白 天色很好 我已經過了 我就不趕時間 我便按照速度 沒多久 在我前面就有一台車 在外面流行車 走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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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得比較慢的車 跟著去吧 因為一架很靚的車 一架白色的魯舒萊斯 兩邊都有些花球 這架什麼車 這個新娘車 是吧 一對新人坐在後面 可能去到教堂 或者去婚姻住宅署 這架新娘車 這架花車代表什麼